新闻来源 乔霸的澳洲来信 近五年没回中国 从浦东机场的落地窗向外张望的一刹那 一切感觉陌生而又熟悉 陌生的是时间上的疏远间隔 熟悉的是对这片空间的亲近回忆 长三角冬天湿冷的空气 灰白的天空 远方在乌木矮笼罩中 若有若无的摩天楼群 对照悉尼天际线的一览无余 不知是远度到了蓬莱仙岛 还是穿越到了工业末世 我的家乡似乎变了很多 又似乎啥都没变 新的马路 新的楼盘 新的地铁线路 新的城市综合体 更发达了 更华丽了 更优越了 更有资格鄙视乡下人了 但拆房建房 挖路修路的轮回 依然在继续 我住的居民区四边 有两边都在驻路 扬起的尘土 细细密密地铺满每一辆路过的车子 钻进每一个暴露的鼻孔 离让行人的提示到处都是 路旁插着标牌 路面写着标语 就差把这几个字刻成思想刚硬了 但是对路归早已脱敏的老司机们 依然我行我素 在斑马线上一边飞驰 一边跟行人擦肩而过 绿色车牌的电动车越来越多 车上各种亮瞎我狗眼的高科技 只是红绿灯前依然需要争分夺秒 便到便到依然需要见缝插针 执行过路口依然需要左闪右让 我打了一次滴滴 司机抓住一切踩定刹车的机会 抓起手机刷抖音 小区里为了垃圾分类管理 把楼下的垃圾桶都撤了 全部集中到一处 不可回收的垃圾箱 都锁进了单独的小房子 每天只是短时间开房 于是装满了剩饭剩菜尿片纸巾的袋子 都留在了楼下的草坪上 不 土坪上 因为那一片已经寸草不生 是的 似乎日新月异 又似乎千年不易 附近的学校 天天准时传来运动员寄行曲的催促 施工的大卡车 不时发出倒车请注意的恐吓 音调熟悉到恍如三十年时光倒错 那种对仙衣怒马灯红酒绿的五官感知 也渐渐苏醒过来 大商场小饭馆 大超市小铺子 不管什么街什么店 都要开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关门 如果粗粗地按照营业时长算一下 中国人至少要比澳洲人 每天多消费二分之一的商品服务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每晚五到九点之间的中澳生活 为何如此大相径庭 为何中国人一定要比澳洲人 多花四个小时的钱 又有人会说 这是因为中国人多澳洲人少 但是我认为与人口数成正比的 应该是商店总数 而不是商店的营业时长 只要商店足够多 白天八小时照样可以满足人口的消费需求 那多出来的四小时消费 很难说可以新添多少的愉悦 就我自己而言 以前在中国隔三差五就要跟家人夜光商场 一年下来购物袋堆积如山 如今的消费都集中在周末解决 柜子里九成以上都是旧衣服 也从没感觉缺了点啥 澳洲也有夜市 也有通宵达旦的欢乐场 但五六点下班打烊的店家依然是多数 吃完晚饭 找三五好友到商场挑衣服 顺便点杯奶茶 撸个烤串 这在澳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并不是澳洲人不想逛店 而是店不为他们开放 如果商场也是九点关门 保管也是人流滚滚而来 归根到底 中国人勤劳 澳洲人懒惰 在中国有更多的人愿意多干四个小时的活 比商场更热闹的是网店 淘宝客服到半夜还在秒回客户的咨询 换成eBay毫无可能 除非是寄予系人群 回到中国的海外党 恐怕都会陷入网购 不能自拔 因为跟国外相比 这里的东西太便宜了 花样太繁多了 送货太迅捷了 好多我在澳洲便寻不得的小物件 在淘宝只要三四十块 换成澳币十刀都不到 而且几乎渐渐免邮费 渐渐都是隔天到货 有些本身只要两三块钱的东西 居然也是包邮 我至今想不通 店家靠什么赚钱 基本每个小区门口都有菜鸟驿站 收货退货抬腿极致 方便到给我一种 来到量子顺移宇宙的错觉 不像澳洲 收个快递要像后价一样 沐浴更衣恭恭敬敬 从早到晚等在家里 有了这样多块好省的购物环境 掏出手机买买买 必然是每个人居家旅行 休闲娱乐的常态 相比澳洲那种需要试试亲自走路上街 亲自张口寻价 亲自动手提货的生活 中国的网购者享受的简直是帝王待遇 就差有宫女上门提供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服务了 就算不网购 买菜 吃饭 公交 停车 都是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 连小区大门都可以用微信扫码打开 街上一圈都下来刷二维码 刷到手机摄像头发热 换到之前那三年可是要拉去隔离的 地铁卡充指点上 一个老爷爷要用现金付款 被告知不收现金 双方争执不下 讲得口干气躁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摊 除了科技所创造的巴别塔 不管怎么样 对多数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物质极度充裕的世界 相比之下 澳洲就是个物质匮乏之地 从澳洲来到中国 就像是从偏远农村来到了繁华都市 称目皆设于种种穷尽想象的 丰饶与便利 请进行比试 我这个澳洲小土豆吧